我学权的时候一开始呢 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到黑物权学权呢 是我的一个另外一个 现在呢这个故事呢有点争议 这个争议呢实际上是一个故事 只不过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 这个吴绍志的同学叫李怀忠 前一个节奏我发了一个他的那个采访 他你们看到了吗 一安台那个人 戴眼镜眼镜灯的大大的 李怀忠呢是和我 还有另外我们一个朋友叫秦建生 我们一块呢是跟着一个叫李敦寅的老师 学这个茶犬 茶犬 我学到六路埋伏 李怀忠学到什么时候就忘了 但有一段时间我们是每天都在一块 这是李怀忠呢 后来的回忆说呢 是他告诉我 科目权有一个老头相当厉害 练太极的 但是我的记忆里呢 是我们另外一个同学呢 叫秦建生 秦建生是 秦南人 他不是我们同学 但他每天来跟我们一块练拳 我们这么认识 那个秦建生呢 告诉我说黑狗拳有这么个老头 结果后来呢 是我跟我的那个茶犬的师父的儿子 那个时候他八岁 我跟他呢 到黑狗拳去看了 我的开始是这么开始的 但是呢 李怀忠呢 说呢 他也去了 但我的记忆里呢 没有李怀忠 但是李怀忠既然他回忆起来 他跟我一起去了 那他一定去过 不一定是 也许我们去了好几 我去了好几次 但是他跟我一起去过的事 在他记忆里有的话 那一定是真的 为什么 这个事儿 我后来没跟他那个谈完过这个事儿 他突然蹦出来说 哎呀你这个拳 没想到你坚持下去了 当时我和你一块去了 所以中途呢 就有这么一些那个零散的 你回忆很久之前的事 他有一些这些故事 这个李怀忠呢 跟我所谓的一块去 就是这个事引出来 我是怎么去学权这件事 这个去了之后呢 看到呢 那个看到的是 日本人跟洪老师学权 学完之后就要回日本了 最后在黑五泉这儿 做个汇报演出 汇报完了以后 就他们打拳 打完之后 大家一块打 打完之后 洪老师说可以了 打得很好 这个认可了之后呢 就大家合影 合完影之后呢 那个日本人要挑战他 要说那个意思 我们来学了套路 能不能给 所以说 学了这个有什么用 在就是功夫上有什么用法 那个就是那个时候 我看到了这个故事 我以后再讲另外一个故事 他挑战洪老师吧 洪老师把他打败了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呢就想学这个 后来不知道怎么学 我的一个宿舍 我回到大学里面 讲那个故事 这是我在外语系的 我的宿舍的一个人 给我建议 这个人叫刘健 刘健的也说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回那个地方再去找 说不准这个老师 还能到这儿来 我是这样 白天黑夜的去找 有一天碰上了 他们早上在那儿练拳 因为一开始 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周末 那因为他是一块去 像那个带着游团嘛 他不一定是他的底 而我们都什么也不知道 结果后来发现是 早上在那儿练拳 等我去了 去了很多次之后 就想学 但是一个人不认识 他们呢就在那个地方练 我呢就在那个 那个薛华良 你们离得近 那个高清平离得近 以后你有机会去 黑乌泉 你们去看一看 那个上面呢 正对着那个台阶上去之后 他有一个小茶舍 那个茶舍是和过去一样的 他改装过了 但过去就在那个位置上 茶舍和那个长廊 那个地方有一个脚 过去那个脚上面呢 他长些东西 就是一些藤啊什么的 他现在把那个长廊 搬了别的地方了 过去那个长廊 就在那个脚上 搬在那个地方看 看着看着就往前凑 凑着凑着 人家就里面 学员里面就有人瞪你 也不说话 就瞪你一眼 你就往后退 然后你再往前靠 靠到最后有人赶你 这个就不说认明了 包括现在的我的师兄里面 有人就过来踢过我 那个 我这个脚 我这个怀关节上还有疤呢 就穿着这个 这个 因为这个事情 人家不认识你的术 就踢你 就揍你 但是认识了 就不说这事了 当时呢 就这么个过程 后来经过 过了一个月之后 他们就没人说了 没人说了 我去呢 我就站在那个脚上 人家练也跟着练 但没人过来和你说话 也没人敢了 一开始 你在那地方想模仿人 赶你走啊 这个样 模仿了四个月之后 洪老师过来第一次和我说话 说话的时候就说 这个小伙子你在干什么 我呢因为离得虽然是远 但都能听见 我说我这是画圈啊 洪老师说 没见过 就是没见过这样的圈 这个通过这样一步一步的 洪老师用了几天的时间 就开始就说话了 说话的时候呢 就那个意思 说你这画的是什么圈啊 那个意思 你哪学的 这个圈很有意思啊 我说这不就是你教的吗 我在这我看了 我这个 我自己自己也就是说 我说很难啊 我练了一个月让我那个终于我明白了 我会画了 他呢说了一句说 哎呀 你这小伙子挺聪明的 你会画了 我这个画了五六十年了 我还不会画 我那就说 我说老师 我不是开玩笑 我真的下了功夫了 我真的会画 我每天回家 回那个宿舍 那个用了很多方法画 就逼着自己画了很多很多 他说那你画个看看 我就画了一个 他就说啊 这不是我们恋爱的 我说我自己我不会 我就在这看的 然后呢 洪老师就给我讲了一下 这个咱都不知道 他是在教你教你 就说了什么 他说这个圈你看 他就这么他这个洪老师 你看我们做玩是这样吧 但洪老师 我去学拳的时候 洪老师他不练拳 他不这样 他都是这样 他手是这么大了 他有个习惯 这个时候拿着眼袋放这 这个时候他一直这样 他有的时候往身上靠 有的时候这样 他也不放下 他那个手一直这样 所以一做动作 他就这样 不做动作 他手是一直是这样的 就是搭了手 这是他年龄大的人的缘故 因为年龄大的人 他这样舒服 所以这个手 这么一出以后 在这个地方 就给我描述那个东西 这个现在呢 这个大致的那个环境 那个背景 那个情况 我都能记住 但是可能是在文字上 语言上 可能自己 潜移默化地改了 当时他呢 就说呢 他说手不动 头不要动 肩不要动 什么什么 所有的那个意思 就是都不动 然后他说 他就说到这儿 我说那老师 你别说了 那都不动 他这么画 他就笑一笑 我呢 就比划了 小伙生说 我说都不动 你根本就没法动 都不动 你怎么动 然后呢 他就画了这么一个圈 画了 画了完以后 正好他也没说什么 就这个时候 有人说画 什么原因了 反正他就回头去走了 我回来以后 我都是早上去学圈 然后晚上就开始琢磨 就说这也不动 那也不动 这怎么我就再想想 他画那个圈 那个样 就觉得 这不都动吗 你画个圈 他可能不动吗 这不都动吗 就这一件事 想了几十年 所以呢 我明白的这个明白 和别人的明白 是不一样 为什么 就是你们作为学员 我们教的学员 问我的问题 我过去都问过 不单纯什么 都思考过 都反对过 都辩论过 就是你说这个圈 他不动 他不动 你怎么动啊 你这个圈 不就是动吗 你怎么还说不动啊 然后你说这个手不动 这不眼看着动吗 你为什么说不动啊 所以呢 这个圈 我跟你讲 给大家讲这个 故事的 故事的核心的东西 就是他这个圈 你他没跟你讲 你去一看 说啊就这样 自己一看会了 要练的时候 发现你都不对 一练就错 但是呢 人家说你错 你还不服 所以你们教权的时候 学员不服 你们不要急 不要着急 为什么 他是一个正常的人 他不可能服 为什么 你这个东西说出来 初学者听了以后 他不明白 他不明白的话 就你这个间接的东西 太多了 就是你这个东西 太复杂了 你让他一步就明白 他明白不了 要是所有的明白的人 都是没明白装明白 因为你是不可能明白的 你每个十年八年 你怎么明白 你非说明白的话 那是你 这个人 就是瞎说八道 我 感谢观看